Hello,我是E.G. 我把桌子後面的桌子很奇怪 有鑒於我拍的影片越來越多 我的HarpDisk開始不夠位置做Back-Up 剛巧就讓我發現到這個超大容量的好東西 作為Back-Up的HarpDisk 它絕對比我之前用的那兩個好多 現在快速開箱給大家看 WD Black P10 6TB TB?TB? 當然它都有2TB、4TB和5TB的版本 體型也會有少許分別 而這個6TB好像是最近才出的 調轉了 一開出來就有這個透明膠包著 逐一看看它有什麼配件 它這裡寫了說自己是一個Game Drive 即是無論是PC、PlayStation、Xbox都可以用 當然它不是一個SSD的Driver 如果你想用作Working Station 我也不太建議 但如果你想用作用來打機的話 它也不錯 全取速度是130Mbps 以一個不是SSD的Driver來說 它也算不差 接駁線十分之正路 是USB Type-A to Micro-B線 5GB一秒 當然這個HardDisk是用不進這個線的 6TB來說它十分之小 是一個2.5吋的Portable Hard Disk 對比起我之前用的那兩個4TB和6TB的大牛龜 Size小很多就不再講 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插電 連電掣位也節省了 而對我來說這個HardDisk最吸引的 當然是它的外形 無論是機能Hip-Hop Urban 還是工業風都可以carry得很好 它是一個貨櫃車車箱的外表 人們打卡都很喜歡用貨櫃車車箱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就是很帥 四個邊位和底部都是用膠邊包著 面子就是這個金屬風 完全就是貨櫃車車身的感覺 做得好的就是它的底部 都有四塊防滑膠黏在這裡 讓它不用在桌子上滲來滲去 有時一分鐘就夠你一命 雖然我平時是一個不看說明書的人 但是跟箱的說明書也是一樣要讚的 就是它裡面可以看圖理解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HardDisk Block主機的人 不懂怎樣操作 這個說明書也可以教你 我現在先拿它來做個Speed Test 結果就如下了 如果你是只想用來給電腦用的話 建議你們可以將HardDisk格式化做NTFS 速度是會有微小的不同的 但是如果你們想令到Mac機 或者其他主機都可以用到它的話 那就format做ExFact 最後一點的感想就是 大範圍的金屬外殼 當然是會有一點幫助散熱的 但是說真的只是一點而已 第二就是比較建議拿出街用 買一塊這麼漂亮的HardDisk 如果你說放在家裡 我就覺得浪費了 一定要拿出去玩一下 不過拿到外出 我都知道一定會很想動直給別人看 但是你也看到 它薄 它就是因為夠薄 它就沒有什麼平衡力 就盡量乖乖地躺下它 雖然它看起來好像拿去打仗一樣 但無謂的損傷都是不要有的 始終裡面保住的都是一些你珍貴的資料 這次這個好介紹希望幫到大家 因為我是一個經常剪片的人 所以這次發現到這個HardDisk 就趁機拍一拍給大家看 下次還有什麼好東西 我就再開箱拍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開箱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這樣我就會更加努力開更多的照片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每一個星期至少都會有一條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規課程 其實都沒有專門教一些剪片的技巧 有心得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8年裡面的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做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裡面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Yigida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一堆這麼多年以來 儲藏的超方便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 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切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報名 多謝 拜拜